我们来看下比赛的第三把 比赛的第三把的话 对面的话还是一个女儿村 两边的话直接起手 就是泡泡零仙不磨叽了 好吧 两边的话起手带最残宝宝泡泡零仙 这就跟175开局带地听是一个道理 好吧 我跟这边的话给宝家野兽加关辉 对面的话加野兽 这边泡泡零仙速度稍微快一些 我跟你说低等级的野兽啊 性价比比较高 关辉指甲没有那么高 为什么呢 关辉指甲跟零字数的话是提升10% 对吧 一个是提升10% 一个是占低10% 你就这个泡泡零仙速度稍微低等级 防御反正就只有100多 提升10% 也就提升个十几点防御 所以说很不划算 所以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关辉指甲是你基础防御越高 加的越多 比如说你人物两千点防御 加10%的话就是200点 你这人物200点 宝宝100多点防御 对吧 加一个就是只有差不多十几点嘛 没有什么用 可以啊 对面就在炮哥说牛逼的时候 关辉番的泡泡零仙 已经把对面的泡泡零仙给清掉了 毕竟的话有个物理艺术嘛 关辉番的泡泡零仙要稍微快一些 我给清掉之后的话 对面出掉第三个宝宝 这个是个隐功 好像这个宝宝清 关辉番这个宝宝也不太好清 三害高 气血低 这泡泡零仙也猛了 感觉 我给对面的话 有倍而来 都是攻宝宝 遭到第四个了 第四个攻宝宝了 这泡泡零仙也猛了 兄弟们 丢飞标 配合泡泡零仙砸 关辉番一回合清不掉 下回合这个泡泡零仙 盘斯就能顶水了 要顶水了兄弟 顶不顶水 盘斯直接丢尽量 没有顶水 宝宝清宝宝吧 应该 先把宝宝清掉了 光宝宝特别容易清 盘斯 一刀直接解水 屏风解裂 要顶水了 大哥 哇 差一丢丢啊 差一丢丢啊 这个宝宝被清掉不好说 有进聊 对面要出宝宝了 OK 没有选择出宝 直接封 封没有用 这边要丢飞标 大哥 差大哥 这边丢飞标 你封有个鸡毛用啊 我跟对面直接 没办法 一把除属可年 我靠 一把除属可年 给进去了 OK 那除属可年进去 那你个宝宝是怎么办 OK 对面玩一个小花招 除属可年 加高鬼魂宝宝 等高鬼魂宝不起来 OK 除属可年的话 是可以吃药的 不能够用魔法 这一招也可以啊 逼出女娃春 日前大招 除属可年 OK 保护起来了 对面的话 对吧 平A 女娃春的技能啊 漫天花雨嘛 平A 我觉得的话 用普通平A 好一些啊 漫天花雨是个伤害 没有普通平A 那么高啊 OK 丢飞镖 丢400 那还不如丢飞镖呢 好像 39级的话 只能出6个宝宝 还是7个宝宝 不能出8个宝宝 这女娃春的宝宝 再被清掉 没有主了呀兄弟们 OK 又清掉 OK 那女娃春 要除属可年了呀兄弟 OK 第三局 三局 三局脸胜的 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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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绝绝局了 兄弟们 OK 女娃春平卡的 没有选择除属可年 可以 他这个兄弟 还是可以的 对吧 要输的话 也不拖平局 其实说他拖平局 好像有机会啊 一把除属可年进去 拖150块 这不就行了吗 OK 也没有选择拖啊 可以可以可以 有气节 可以兄弟 好吧 磐斯又赢了 五日 我跟你说 39级风系啊 没有一个人能打过 磐斯洞的 真的 磐斯洞 布施 飞镖是太bug了 好吧